哈喽大家好,我是格雷斯 我是三儿 今天我们来到了Harvard Front Harvard Front是多伦多一个带有自然风光的休闲好去处 Harvard Front是Lake Ontario为主 我们后面就是Lake Ontario安大略湖 然后在安大略湖的后边带有绿色的就是湖心岛 Central Island 湖的四周是一个贡机型号的一个情机瓶 所以推荐多伦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湖心岛旁边来度假 看飞机看船看人看美女 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颜色的英文名声 为什么要说颜色呢 因为说在国内很多同学都已经知道颜色什么红黄蓝绿青白紫之类的用英文怎么说 但是在北美这边很多常见的一些颜色 是用一些事物的名称来命名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这些在国外生活中 而且在国内平常大家不常听到的一些独特的对颜色的称谓 没错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颜色是海军蓝就是Navy Blue Navy就是海军的意思 所以说海军蓝就来自于海军 那么海军蓝是什么颜色呢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这里有很多很多小船只呢 是从最低头第一只船数起的第三只船 也就是那只大家自己看是不是很蓝的那只蓝 就是Navy Blue了 但是其实Navy Blue它就是说比淡蓝色要更深比 最深蓝色要稍微淡一点的那种 海军蓝就是Navy Blue 刀锹不入 耶 这个Ontario Lake Lake Ontario 它的颜色呢虽然是湖蓝色的 就是有点碧绿 但是呢 就是也算不上Navy Blue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Navy Blue 因为起码它有船只 我给大家讲的第二种颜色呢 就是Teal Teal就是水鸭或者是鸳鸳的意思 看这儿有一只水鸭 嘎嘎嘎 然后Teal呢在英语中形容颜色呢 其实是介于绿色跟蓝色之间 但是是偏蓝色 是一种青色 就像我们三儿同学这样的 手镯这样的颜色看很漂亮吧 然后请大家记住Teal就是青色 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 以后大家介于蓝色绿色之间分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时候呢 就知道它是Teal 鸭子 又来了一个 那第三个颜色呢是Army 就是军绿色的意思 Army呢顾名思义就是军队 那么陆军他们所穿的制服的颜色 都是那种草绿色 就是比绿色纯绿色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可能比较近似于橄榄绿 所以呢Army就是橄榄绿 或者是军绿色的意思 迷彩色就是Camoflash 第四种颜色我们要讲的是 Lav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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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Lavender 就是薰衣草的意思 然后Lavender在英语里面代表颜色呢 好不好看 问三儿 一定好看 通过今天的三分热度 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肤色的颜色哦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大家适合什么样的颜色呢 对啦今天晚上 格雷斯呢就会在论坛上发表一个帖子 是有关于365天的生日所属的颜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我们的论坛看一看哦 逛一逛 对 记者是今天三分热度 我是格雷斯 我是三儿 拜拜 走了 跳跳河 我们去探险了 坐海盗船 走啦 拜拜